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跟我们网友打个招呼吧 院长好 谢谢院长的邀请 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地方 跟大家在空中见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郑教授是中央大学资管系的博士 最近也被台湾金融研训院 临选成精英讲师 精英讲座的讲师 然后曾经学过两本书 都是跟Google Analytics有关系的 第一本书叫做掌握行销新趋势 你不可不知的网站流量分析 Google Analytics就是 凡是你如果做了网站 想要分析你网站来的这些来客的流量 是一个非常重要 几乎是唯一的工具了 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 那么所以写了刚刚讲那本书 后来又写了第二本书叫做 《指尖下的大数据》 运用Google Analytics 发掘行动装饰里面的无线商机 这两本书都非常非常的畅销 那么前面那本书是 2015年金石塘电子商务类 全年的销售冠军 是不是 很厉害很厉害 对 我们在进入今天大数据的正题以前 我要先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什么呢 就是各位朋友 你们可能记得在 不是几集以前 在前一两个礼拜 前几个礼拜 我在我的脸书粉丝页上面 曾经请大家去一个网站 支持一个比赛 那个比赛叫做 自在家乡 自在家乡 对 然后呢 我那个时候请大家去投票支持的题目 是一个用人工智慧 跟那个超音波 在农地里面赶猴子 对不对 然后请大家去投票支持那个计划 那个题目 那也谢谢很多网友真的支持 真的去投票 所以你后来 得到最佳人气奖 最佳人气奖 第一名 最佳接地气奖 最佳接地气 所以那个用超音波 跟人工智慧 在农地里面驱赶猴子 那个project 就是我们 郑教授带领了一群学生 做的project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说 哎呦 他怎么会用科技用到农地去呢 好像跟张胜正在这个花莲的农地 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的确是的 郑教授他在台东长宾乡 八仙洞的旁边的山上 也有一块地 那块地当然要去是不容易 因为这个从台北过去是蛮远的 但是他还是很有毅力 这么多年下来 然后也在那块地上面呢 感受到这个农业的一些基层的问题 对不对 跟我在花莲种很多农作物 我想这个效果是一样 就是体验一下 在都市里面很难体会到的一些经验 那你要不要花几分钟先讲一下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 很有创意的题目 用人工智慧跟超音波去赶猴子 我知道猴子是真的在农地里面 是很讨厌很调皮的动物 甚至没多久以前有一个新闻 刚刚你也讲了中山大学的宿舍 是不是 被猴子侵入 结果被侵入以后搞得天翻地覆 比被小偷侵入还惨 所以猴子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识会 但是非常调皮的动物 所以麻烦你讲几分钟 为什么会有那个想法说是用人工智慧 和这个超音波赶猴子 你是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辛勤你这样的念头 好 其实最早 我们在构置这个长兵的这块农地的时候 那当然我们在半夜 通常都会进入到所谓的休息的人 人进入到休息的状态了 那在头几年的时候 我还不是很适应 不适应的有一件事情是 为什么到了三更半夜 隔壁的邻居都突然大吼大叫 那或者拍手机掌 我一开始可能会误会说 这会不会是原住民的某一些仪式 通常都发生在三更半夜 大概一两点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都不睡觉呢 把你吵起来 对把我吵起来 白天歌吵歌得好累 晚上睡觉都不能好好睡 对 那后来才理解说 哇原来是插秧的期间 对插秧 秧苗插下去了 隔壁邻居是种到的 对种到的 那秧苗插下去之后 那很怕它倒下去 因为倒下去的话 它如果躺在水里面 它就会烂掉 对 它就没有办法生长成 我们看到的稻米 对 那所以它必须要 三更半夜的时候 比如说有 白鹿师他也会来找虫吃啊等等 那来践踏 不小心会踏到你的苗 所以他就要用几掌 或是大吼大叫的方式 把它赶走 那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虽然有效 但是它会随着你的农田的面积 越大 你就得喊越大声 喊越大声 对 好累喔 那我们都知道说 以偏向来讲 其实这个老农 他的年纪通常都是非常年长 都七八十岁以上 所以他的这个力气 会随着这个 一年又一年 越来越小声 越来越小声 最后就做不动了 做不动了 但是 对 但是这些野生动物的一个问题 其实还是不断的存在 那透过这样子第一线观察 我就想说 好像不是只有刚刚所提到的 白鹿丝啊 野鸭 甚至有山腔 山猪 只要生态越好的地方 野生动物就是越频繁的出没 对 那其实我们 遇过最难处理的 最难跟它 抗衡的一个动物 就是台湾猕猴 那台湾猕猴 它具有非常厉害的学习能力 对 所以透过第一线观察 我们就想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利用自己所学的一些专业 来帮助这些老农 在三星半夜 可以不用这么辛苦 因为其实插秧的时候 以长宾那边来说 通常都是 大概是冬天吧 冬天插 然后大概六月份的时候 可以收割 那冬天其实虽然在东部 那东北季风在吹的时候 其实靠海边 也是很冷的 风海是蛮大的 对 风海很大的 那其实一个老人家这样 它其实是很冷很冷 很不舒服 所以如果透过手巡 能够让它 在三星半夜 可以回到它的山下的家 温暖的家 去好好的睡 睡上一顿觉 了解了 对 就不需要把时间 耗费在这个山上 所以后来 我们就开发了 一些 科技的方法 去看猴子 怕什么频率的超音波 是 以超音波来讲 一般我们 人听不到的频段 叫做超音波 OK 那每一个物种 有它喜欢的频率 跟不喜欢的频率 所以我们透过文献 有发现到 猕猴它不喜欢的频率 但是每一只猕猴 它的 就像我们人类一样 也会有差异 有的时候小孩子可能听到的 听得到的声音 我们大人反而听不到 就是因为人还是有它的差异 那迷活也是存在的 对 所以这个频率 如果你固定的话 那它久了就产生适应的效果 它学习起来 它就变得不害怕了 所以我们怎么样搭配 所谓的人脸辨识 现在辨识是猴脸 猴脸辨识 猴脸辨识 好陷哦 对 人脸辨识都还没完全搞 就已经猴脸辨识了 那辨识到猴子的脸 代表它出没了 出没的时候呢 我们就赶紧投射 投放这个超音波 那超音波它一开始会害怕 那奏效了 可能下一次 它就感到适应 不害怕了 那电脑会反馈 这个不害怕的讯号 我们知道它不害怕 立刻调整 它找到它害怕的评断 那一旦它感到害怕 我们就知道 这一次是奏效 它不断的动态的教条 对 那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有一个好处 因为我们在传统上 驱赶猕猴 它的方法相对是 来了比较暴力一点 放鞭炮 对 放鞭炮 可能猴子现在也很聪明 它会去闪躲 等等之类 它也知道你什么时段 会释放鞭炮 等到你 人下山了 它才出来 那所以 最后面最后面 一个最暴力的方式 就是架设电网 那这个电网 其实不要说猴子 我们人碰到 也是有生命的危险 对 那其实在这个 环境保育上面 是非常不OK的 那超音波 虽然它听起来 不太舒服 但是至少不会让他的性命丧失 所以他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替代方案 了解了 所以你必须收集足够的样本来判断说猴子的表情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害怕的 是 这个就牵涉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大数据 是 大数据其实就是人工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是 人工智慧做的机器学习就是要很多数据 Data Input Data Input 那猴子的表情就是你这里面的大数据 这种人工智慧的这个大数据基础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说 这不是今天主题 其实也不全然 这个也是今天的主题 是一个今天主题 大数据一个非常自然延伸的应用 那么在大数据 还没有很普及以前 其实Google它就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实验了 那个在2008年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在台湾很幸福 因为台湾有健保 生病了 感觉不舒服就去看医生 美国呢 没有健保 没有健保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感觉怪怪的不舒服了 感冒呢 或是其他什么症状呢 通常你不会第一个动作就是看医生 你会先去网路上Google一下搜寻说 我现在头痛 头晕 发烧 或什么的 那这个症状可能是什么 就在Google上面先搜寻 搜寻完了以后就很多 医疗的文章就会说 如果是什么病就什么症状 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 Google就利用它这个特性 就是美国的很多民众 习惯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先去做网路搜寻了解自己的症状可能是什么 再去决定说要不要就医 或是像我在美国念书好几年 我都是因为没有那个时候 虽然有医疗保险 可是也不太会用英文讲病 这个医疗的名词 所以我在美国五年念书的五年期间 还好没有生大病 都是感冒这一类的 就去随便超市买 买个药 咳嗽糖浆这一类的东西 大家就知道说在台湾 就医这么方便是非常幸福的 那话说后来就是Google 在2008年的时候 就利用这个 大家在Google上面搜寻 我身体不适的这种症状 去决定自己是不是有感冒或什么的 而用这个搜寻的这个频率 去判断说流感是不是快来了 那么他这个用搜寻的这些大数据资料 做出来的趋势 发现说怎么这一个礼拜 搜寻感冒症状特别多 那个时候是不是可能有流感呢 这个比美国CDC就是疾病管制署 的这个疾病管制署宣布说 现在小心有这个流感 都是从医院来的 因为你不舒服去医院看医生 那就医院如果发现这是流感 就要报给CDC 就是疾病管制署 CDC就会有一批资料 那Google的资料 跟这个诊所收集到这个病人的资料 其实是有时间差的 Google资料有点像是领先指标 比这个医院的资料要早 这个是2008年 大家突然发现 说Google用这个搜寻数据 竟然可以预测出流感的趋势 比CDC还早两个礼拜 而且他做这个事情 上了非常有名的一个 这个科技的期刊 就是Nature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讲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要讲说 其实2008年Google在 用他搜寻资料 就可以发现这种流感的趋势 那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大数据就越来越被重视了 那么今天我们找到我们大数据的行家 真的在教大数据的 你跟我们网友讲一下说 怎么样的数据 大家手上都有资料 或多或少的这些资料 什么样的资料才可以被称为大数据 然后要是这个以前都说好几个V VARIETY等等等等 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 什么三个V四个V 这个又跟大数据什么关系 你要不要一起讲一下 好OK 谢谢院长 其实我们在过去 不管是报章杂志也好 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巨量资料 或者是大数据 那其实它是同意词 那大数据的定义 如果以教科书 我现在如果这样传达 各位一定会觉得说 一头雾水 比如说第一个V 我们叫做Volume Volume就是数量要很大 其实就是如同它的名词 大数据的大 所以我们导师说 可以不用从这个 所谓的Volume Varacity 等等这些定义去看 我们应该可以从 日常生活中去体会 这个比较容易了解 像刚刚院长所提到的这个流感 那其实CDC的资料 它比较有点像是 事后诸葛 那这个事后诸葛 可能会比较heavy的去批判它 但是其实也只能这样子形容它 因为它是收集之后 事情发生之后 所留下的一个历史性的资料 那Google的搜寻引擎 它在检索的时候 我们user在查询一些 比如说我身体有什么症状 这些data 它都发生在当下 所以有点像是我们所见即所得 你当下在key资料 Google的后端的伺服器 就当下的它就已经在做归纳 所以它的预测未来的这个 趋势的一个成效 当然会比CDC来得好 而这个东西 它为什么可以预测 比如说从这个州到另外一个州 本来这个症状只有这个州在查询 然后过了不久 另外一个州的用户也查询相同的症状 代表这个疾病可能正在传染当中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它已经来到一个规模的关键 这个规模的数量 所以我们大数据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必要条件 必要条件当然就是一定要存在的一个条件 但是不是充分条件 就不一定要有 不一定要存在 但是是不是会发生不一定 那这个必要条件就是数量一定要够大 那有的人会可能觉得说 那数量够大的时候 我如果想要看具体的资料 那这个具体资料是不是 在大数据里面的其中几笔资料 这个时候不就是小数据了吗 所以人家会觉得说 到底是我要看的是大数据还是小数据 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我们另外一个V 另外一个V叫做Velocity Velocity的话可能就是比较 产生的速度很快 对 Always all the day all the time 都一直不断的在产生 那Velocity可能就是比较 是由我们 比如说我们搜寻 就是我们就是你经常分析 这个标的物的这件事情 那你资料来源就来自于这件事情 而不是经过处理转化的出来的 也就是说所见即所得吧 所见即所得 对那这四个V 其实刚刚提到 我们大数据里面的小数据 比如说数据量一定要大才叫做大数据吗 其实不一定 不一定 大数据它来自于点线面 那我们一般在现在 常包张杂志常听到就是面 我们已经有了大数据这样子思维 这样子的观念 那接下来还是要回到 聚焦到你怎么样收集 那个端点资料收集的node 我们怎么样部件这些传感器 比如说我们平常听到的 智慧程式 那比如说 我的红绿灯 我的车流量 塞车的时候 怎么样引导用路人去走另外一条路 有点像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在使用的Google Map Google Map在塞车的时候 它会建议你说 走哪一条路会比较快等等 Google Map它告诉你这个 引导你路线 还有这个路线的时间 其实也是一种大数据的利用 所以我们发现它是具体的去 建议我们用路人 那这个时候是有点像是P2P 就是Person to Person 我Google给你这个用路人的一个专属的建议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Google它本身先有个Volume的Base 它有一个全域性的车况资料 那再从这个全域性里面去找出我对你有帮助的一个 一个点的 所谓的就是点的小数据的一个有价值的建议 对 我想用Google Map 大家如果常常 尤其你开车要预测旅行时间的话 那大数据的应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刚才郑教授已经解释非常清楚了 我们刚才虽然讲到这个Google用搜寻数据去预测流感 当年2008年那个事情 后来他出的论文叫做Google Full Trend 可是后来有一个后面的插曲就是 后来他用同样技术要去预测另外一次流感的时候 那次没有很成功 这个就讲到说大数据的方法到底怎么样 才是真正能够找到真正里面的资讯 正确资讯的方法 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说 他这个整个的运作的机制 工具技术到底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还是用比较生活化的例子来跟各位观众朋友来去分享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定会接触的一个场域 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每一天都会回家 那家里的这个资料的收集 其实已经在慢慢的演进了 那他其实就可以充分的反映出我们的 所谓的资料的应用 资料的应用 我举个例子 我们以前我想在生长在台湾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关于那个抽油烟机的一个广告 他的slogan会是什么 我们今天不是打广告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很耳熟能详 就是我们送油网到各位的家 对不对 就是我们油网 你只要跟他买 那他就会 你的油网张了 我就会定期的送 寄送这个新的油网 帮你更换 那这个这种方式其实是用猜测的 比如说 我定期我半年就寄到你家 但是今天如果是我 我是一个小资助 我住一个套房 我可能一个月只开火一次 那我相信我半年之后 我的抽油烟机的滤网还是很干净的 相当相较于一般的家庭 他每天都在开火 那很快的 那可能就脏了 但是你却半年才寄给他 所以这个东西就呈现出资料的需求上的gap 那其实在以小米 我们现在以智能家居小米来讲 虽然小米采取的低价策略 让很多的配合的这个制造商啊等等 制造业 他们非常的吃不消 但是其实小米的策略是 我先用低价的方式把所谓的data collector 资料收集器放置在每一个用户的 先把这些网子撒出去 是 而且是用极低 有点像是Google Google的工具都是免费的 其实它的目的都是在收集资料 那我用极低产品的售价 那吸引各位去购买之后 开始运作了 举个例子好了 像厨师机都有滤网 最近可能我们东北季风来 开始我们北台湾比较潮湿 大家都会开厨师机了 那开始运作 那厨师机的滤网 可能有必要更换 那时间到了 它是不是可以知道说 你这台厨师机的用量 然后去换算你的这个空气品质 你的滤网什么时候应该要换了 这个时候我的APP就推播一个优惠的讯息 因为你用了我的机器 你就是我的老顾客 所以呢我就用外面买不到的价格 来推荐你的 这所谓的原厂的滤网 那我相信这很高的机会 我们用货会直接跟它下定 因为我们不需要去外面找 比价 小米给我的就会是最优惠的 当然我们不是帮它推销产品 我们的意思是说 它在建立所谓的资料生态系 OK 那比起像刚才提到的 那个抽油烟机的例子 抽油烟机传统的形式 因为它没有联网 所以对这个是一无所知的 OK 所以举凡是冷气机也好 电视机 我们所有的装置 都把它资料收集 这个生态系打造之后 我们虽然被服务的对象 可能直觉说 我只是带来便利性 但是其实对整个产业来讲 它其实是它的产值 是不断的提升的 因为它用比较低价的方式 产生所谓的数据上的应用 所以等于说 刚刚我的请教问题说 什么去运作 基本上就是像是傻网 是 用Google是用免费的方式 小米是用非常低价的方式 把它这个收集数据的网先布出去 没错 然后再透过什么样的管道 像你刚刚讲的APP 把资料收集回来 没错 资料收集回来 然后就做一些分析 你这边已经用很久了 所以差不多是该换绿网的时候 没错 这是一个非常逻辑 非常清楚的一个流程 另外一个很夯的名词 就是Data mining 资料探勘 有一个小故事说 若干年前 矽谷有一个大数据的公司 它用它特别的Data mining 资料探勘技术 帮美国军方找到这种 盖达组织宾拉登的藏身之处 我觉得这个如果说 要是在好莱坞 说不定可以去深入挖掘一下 又是一个拍电影的好题材 又有科技的这种 不是科幻小说 就是真的很科技的这种背景 但是又是很这种挑战的一个情境 要去找一个同步组织的头头 Data mining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要不要也讲一下 好 Data mining我们一般在学理上 我们可能就是 所谓的资料探勘 多数的情况下 一定会接触到所谓的ETL ETL就是Extraction Transformation跟Loading 就是我们把资料萃取出来 然后萃取出来之后 不一定能够马上用 要做若干的转化 标准化等等 之后把它Load载入到我们的资料库 这是必要的三大环节 但是我的 ETL 对ETL 那我的浅见认为大数据跟资料探勘最大的不同 在于一个很关键的单字 这个单字呢 可能不一定查得到 在过去 现在可能慢慢查到 就是Derive的动词 Derive就是动 Derive现在是动词 把它变成一个能力 叫Derivability 你有没有办法把资料转化出来 这个是大数据跟Data mining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 我举个例子 刚刚院长提到恐怖分子那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有一些单位 因为这个涉及到比较敏感的 我们就不讲哪一个单位 其实我们在脸书或者是IG 很多人他是用实名字在揭露自己的一些行为资料 在自己的社交的账号底下 那假设你用的是真实的Data 那你的发文 是不是我就可以观察到你的作息呢 那你的作息里面的内容 如果说 我发现这个人 只要在三星半夜 都开始胡言乱语 或是特别的 怎么讲 我们年轻人时下用 可能特别的嗨 那这个时候可能在嗑药哦 那曾经有前科记录的人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说 他是不是正在怎么样 那这个其实跟资料探勘就 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有点不一样 他诉求的是你怎么样把 看似无关的资料 把它derive出来 他所谓的Data的insight 对这是我个人的潜在 了解了了解了了解了 大数据基本上就是素材 Data mining资料探勘就从你们挖 你要的这种重要资讯的 关联性 关联性 我们可以把它认 对对对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网友介绍说 盛教授跟我是在东吴大学 巨制管理学院的好同事好朋友 那当然就讲到说 现在大数据这么夯 学校里面培养学生 老实说我是没有真正的例行的课 我只是给一些演讲 你的话是开了好多门课 顺便当帮我们东吴广告一下 我们东吴的巨制管理学院 是所有学校里面第一个把大数据当作是学院的主题 没错 一个学院 所以这个网友如果对大数据有兴趣的话欢迎来东吴找我们 对没错 话说回来 你因为有例行每个礼拜每个礼拜都在上课 你怎么观察这些学生对数据的领悟力 或是怎么样去培养他们这种数据的应用能力 尤其是我们东吴非常强调跨领域的应用 对不对 对没错 你怎么样带他们这种能力 好 我们在大数据其实因为这个名词 刚刚院长提到Google流感的案例 其实就可以体会到 这个data它脱离不了所谓的实物上的应用场域 如果你光论data 你的脑海可能就要想到我们的记忆卡硬碟里面所储存0101的那些资料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data要做什么用 所以换句话说data不可能脱离实物的场域 我记得我们之前学生 那他们在学习的big data相关的技能之后 他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说那不然你去参加一个竞赛 农委会所举办的第一次农业创新黑客松的比赛 在第一届我们当时因为大数据我们居资学院成立大概也才六年 六年那第一届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是第一届 我们连参赛相关的竞赛也都是第一届 那我们学生就是透过这样子的竞赛 去做一些产学的结合 或者是跟一些业者的合作 了解了解 就是我刚刚问到的说 怎么样是跨领域的应用 资料是使的 但是你要想个应用的 对想的情境 其实这个就是学生 你等于说用这种实际的生活场域情境 去逼他们把这种数据应用 能够做出一个价值来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 我可以再提一个案例 就有一个学生 因为刚好他在中南部 他家在中南部 那好像在云林 那嘉南平原或者是云林 他们有很大的农业的种植面积 那他就是用 他觉得刚开始觉得只是兴趣 所以大数据充满了惊喜 刚开始觉得说只是好玩 他就把上课学的这个 sensor PM26 sensor 拿来放置在他们家 务农的 一块小小的菜园吧 结果交叉验证才知道 原来这个小朋友 在他们家的那个菜园 放置传感器之后 他的数据 PM26数据飙升 居然是发生在施肥之后 那我就推敲出这个 施肥因为你经过化学作用 一定会有化学作用才叫肥料 那他就会产生 PM2.5的 他的生成的必要的元素 元素之一 对 所以你会以为说 好像只有燃煤等等 或是汽车的排放 才会制造PM2.5 其实在农作物上 我们过度施肥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他的污染源 可能的污染源之一 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学生在 平常学校学到一些技术 然后在他的可以 可以施展的场域里面 是做了一些意外的发现 了解了 再插一句 我跟你好像都不太用肥料 从上自然跟有机的 我们要对天然 我在话 你在台中都是非常自然 天然的 对 好 再下来 我们再讲一下 应用的领域 刚刚已经我们讲了很多 非常生活化的应用 哈佛大学 有一位教授叫做 Gary King 他说大数据是一场革命 庞大的数据资源 使得各个领域 开始了量化的进程 不管呢 学术界 商业 还是政府 所有的领域都会开始这种 应用大数据的进程 那你一方面是 东吴大学的老师 所以是在教育的领域 另外一方面 您又被金融研训院 要去当讲座 精英讲座的老师 你要不要用教育跟金融 这两个领域 来说明说 现在大数据的应用趋势 是什么样的状况 来回应刚刚讲说 哈佛大学 Gary King 他说所有领域都要开始做这种 大数据量化的进程 如果以教育的现场来说 我们常常每天都在第一线 其实对老师而言 这个巨量资料可能叫做巨大工作量 而不是巨大资料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得不断的与时俱进 我们跟过去不一样 我们连寒暑假都要高度的密集 去涉猎许多相关的知识 所以这是对老师来讲的改变 我插一句话就是说 有的时候选领域 是很重要的 选到大数据当你的专业领域 大数据是一个变化非常快速 而且是 怎么讲呢 量就刚刚讲资料量又大 技术变化又快 所以选到大数据当你的专业 好像至少最近十年之内 你是清闲不下来了 没错 非常的辛苦 以前我在学 比如说程式设计 计算机概论 我们在 或者是什么资料结构 我们在学资讯的 一定会学这些学科 学完之后我发现 我好像具备了 我ready什么都会 但是当我学完统计 来到研究所 我发现原来 我不会 我周遭的也不太会 当我接触到 我或者是我涉入到大数据 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真的什么都不会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刚刚提到瞬息万变 你永远没有办法去 所谓说 我对这个事已经全面的了解 因为它就是 大数据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做好一个弹性 保有一个弹性 那这个就是在教育 所以在学生那边 我们所传授的一些 跟大数据相关的 过去也都没有教材 我们必须要用食物的状况 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现象 把它当作是一个教材 请同学们一起的来参与在这个其中 那如果以金融方面 其实各位如果有机会到对岸 那当然现在疫情的关系 可能比较少能出国 其实对岸已经不太用货币了 最近在对岸有一个非常大的 IPO的一个case叫做 蚂蚁金服 被停掉了 对被停掉了 那蚂蚁金服其实它的 数据的base来自于什么地方 就是来自于阿里巴巴或是来自于淘宝 我们看起来阿里巴巴 看起来淘宝 它是做电商的 其实不是的 它是透过这样大量的数据 它可以有庞大的资金 来去成立所谓的蚂蚁金融服务公司 那它 假设我今天如果筹资到 这么样庞大的资金的时候 这么样庞大的数据 我可以知道说 在我的平台上面哪一些商家 它需要财务困难需要贷款的 那我就透过我的data来给它 专属的优惠的利息等等 所以真正的幕后的最大的目的 在IPO呈现就是蚂蚁金服 那因此阿里巴巴或是淘宝 它每天都在贡献 了解了 我们最后呢 就在讲最近出的一本书 就是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 叫做 Miles Schoenberger Miles Schoenberger 他写的两本书 第二本书现在这个大数据资本主义 它意思就是说 它有两个新的观念 它第一个新的观念就是说 大数据已经不是什么 非常炫的 当然不能说非常炫 而是说这个已经是一个 非常基本的东西了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更上一层楼 去找出所谓的负数据 Rich Data 什么叫负数据 等一下你帮我们讲一下 第二就是说 过去我们人类赚钱 所谓的资本主义 都是靠钱 金融嘛 对不对 金融体系 所以你一定要贷款啊 然后去开公司啊 那么他现在说 金融资本主义 已经不是最行的了 他说 人类社会会走向 数据资本主义 你现在赚钱呢 钱赚钱 钱滚钱 不是最重要的做法了 现在是用数据去赚钱 所以 一个是Rich Data 一个是这种 数据资本主义 你怎么看这个 他讲这个趋势 大数据不代表说 我们的数据很Rich 如果你今天数量很庞大 但是搁置在那个地方 他一点 这不Valueable 一点都没有价值 所以这个Mail Shunberg 他的所谓的负数据的意思啊 就是你的资料 一定要找到 所谓的Derivability 刚刚其实有提到过 对 这个转化力 非常的重要 那刚刚院长也提到 所谓的数据资本主义 其实资本主义最早就是 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 他有提出来 就一个看不见的手 那如果有对经济学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 那在政府不介入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自由经济的 一个自然的现象 那如果以Data的角度来看 所谓的数据资本主义 最厉害就是所谓的数据生态系的打造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说你今天一天没有碰手机 你没有任何的焦虑 或者觉得不太 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 那可能你就不会是 数据资本主义的一员 你可能就是传统的 那如果你有若干的感觉的时候 你就是成为什么 这个所谓的Data的Producer 你在制造资料 那这个时候看谁是你的资料的Receiver 然后呢 它会打造一个所谓的生态系 这个生态系只要一盘踞之后 它等于是主导这件事情的所有的一切 那我如果今天比如说 我们发生了大档机停电了 那是不是可能带来的后果非常的严重 比如说今天如果捷运停摆了 那捷运都是用数据来控制的 那这个时候捷运就可以足以造成 我们交通的瘫痪等等 我们通勤上会大概不变 那运用在商业上也是 所以十一住行育乐的 副数据的生态系的建构 它是一个将来非常重要的 所谓的数据资本主义 所以副数据基本上就是 从大数据里面挖出它的价值 那数据资本主义就是讲了说 其实它是一个生态系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这种self-sustained 一个等于说赚钱营运的一个体系 今天我们讲了已经40多分钟了 我觉得欲罢不能 但是我希望我们网友能够有很大的收获跟感觉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 我们生活里面任何一个环节 其实数据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让我们生活过得更方便 或是更有品质 或是让你更省钱等等的 好处多得不得了 所以尤其是年轻朋友 如果你们对于大数据将来 在你各行各业应用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找我们郑老师请教 欢迎来到东吴巨资学院 谢谢 我就叫你讲这句话 OK 谢谢 好了 我们要不要跟网友说拜拜 我们下次见了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各位网友 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吗 喜欢的话 欢迎多看几遍 帮我们分享出去哦 记得订阅频道 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才会收到我们上面通知哦 欢迎在底下留言 和我们讨论交流 想更了解我们的朋友 可以按赞我们的粉丝团 最终我们的IG 订阅SUN跟LINE社群 我们下局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